纳扯 这样子的话 如果 试一下看一下 如果业绩颠倒过来 OK 那变成说条件是 纳扯 颠倒逻辑 所以不是大于二十 或者不是大于六十的话 那变成说 我们这个条件 如果你前面加一个纳扯 刚好就颠倒了 那他就会判断说 如果其中一个 其中有 就是成立的话 那就是标准不标准 所以特别是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加一个纳扯 OK 那这一题 因为有end跟over 基本上如果把它加在if 这个地方会比较单纯一点 合格不合格 这个会比较单纯 假如说我加在 成基这里好了 如果说我加在这个地方 因为 后面有两个 那如果像这样的话 按下成基 他刚好就颠倒了 有没有 这个比较单纯一点 因为没有end跟o 连接跟交系 那如果说呢 我们要把它改成正确的话 那非常简单 把这个条件 放在这里 这个条件 输出颠倒过来 然后再按一个什么 就是上下的输出结果 按下去 有没有 只是因为我加一个nots 这地方加一个nots 然后呢 再把这上下颠倒过来 ok 然后呢 按一个成基 那你会发现最后也是一样 差别只是说加一个nots 那 基本上 这个nots 用到的机会不大 不过 还是有机会会用到这个nots 相反逻辑的部分 ok 我想这个部分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也可以试试看 这边有个范例题 也是一样 这边的话 其学历是否符合硕士 如果是硕士的话 那这个地方筛选条件的话 我们就合格不合格 我想这个部分 请各位练习 那等一下呢 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个综合练习 那顺便先讲一下这个综合练习 其实这个综合练习主要要判断就是说 增减体重百分比 这边的条件 这边的条件 那也就是说呢 上面有个说明 也就是说如果增负百分之五 以上或以下的话 为不标准 如果呢 在增负百分之五以内的话 就是标准 那什么意思啊 基本上它的逻辑是这样子 如果它的增 百分之五的话 也就是说呢 它的体重 跟标准体重相比的话 它多了百分之五 那表示什么 当然就过胖 过胖的话 那不标准 那如果说呢 标准以下 负的百分之五的话 那就是标准体重 还要更少 负百分之五以下 那表示什么 过瘦 那过胖 跟过瘦 都是属于什么 不标准 那 这个中间的条件 那就表示什么 标准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 用这个逻辑 我希望可以把结果输出 那该怎么去把公式写出来 所以一样 我们会分成三个部分 一是 就是用插入函数的方式 怎么做 一插入函数 第二 也是一样 一个VBA 就是SOP的部分 第三个就是我们在制定函数 所以有三种方式 那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